黄拿慧先生罹患口腔癌 在人生低潮感到无力时 慈激志工一路陪伴 曾经我也想放弃过 可是师姐一直鼓励我 我走出走出来 只要不放弃 全世界都会来帮你 家庭凝聚渐渐走出阴霾 两个儿子希望回馈社会 参加造血干细胞 咽血建党 这句话让我觉得很深 就是救人一命胜过气急风 所以我觉得如果有能力 可以救人的话 我觉得我可以愿意去做这些事情 慈激志工黄玉树的儿女 也分别从金门和台南回来 把握行善机会 像我自己就是有一个同学 他也是生病人 他也还在等配对 虽然还是有点怕真 可是也是没关系的 就帮助到人就是不一样了 正在播音中的大爱戏剧 超完美任务 就是叙述慈激志工 为血癌患者寻找生机的故事 有观众因此挺身而出 我看了你们的大家谈 那我觉得一个很感动的点 就是说 原来我们的捐骨髓 即使不是一个很复杂 而且也不会伤身体的活动 那为什么我们不站出来 建立正确观念 捐髓救人 无损己身 越多人建党 血癌患者 就越有希望恢复健康 大爱新闻 真晒美志工中部 综合报道 感谢您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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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您